話說回來, 英俊麗姐 你帶朋友給我認識 我帶一個英俊給你認識 誰英俊? 他是來自… 什麼? 古莉莉小結他的小結他王子 是不是像Chi Lam那個? 對, 他就是Steven哥哥 Steven哥哥會教我們… 不, 不用教我們 他簡直跟我們講解結他的結構 講解結他的歷史, 講解結他 那就不快點叫他出來 還會演奏給我們聽 叫他出來 我們一起拍手, 邀請他出來 太好了, 我要學結他, 學結他 Angela姐, 為什麼你這麼踴躍? 因為看到Steven哥哥有教烏克力 我非常… 不過說實話, Steven哥哥 我為什麼看到烏克力大了? 這麼大了? 因為這堂不是來教烏克力 是來介紹結他 結他有很多東西要介紹 結他每個都差不多 我知道, 烏克力四條線 我們看這六條線 介紹完畢 上次介紹過了 對 其實結他有分幾種 幾種? 有什麼? 現在市面上最常見的 就是鋼鮮結他, 奏克斯特結他 以及尼龍鮮結他, 古典結他 也叫經典結他 這個是尼龍鮮? 對 我這個是鋼鮮? 對 差不多 對 你那個是什麼? 你那個比較特別嗎? 我這個比較特別 這就是結他的前身 即是尼龍鮮結他 在十八世紀的時候 是這樣的形狀 身體比較小 是屏體比較小 是, 琴身比較小 那時候樂器 基本上在十八世紀 全都是貴族用的 所以看到很多裝飾品 上面上了很多圖案 很漂亮 我想問, 這個是以前留下來的 還是… 仿製? 仿製 對, 它有名字嗎? 十八世紀結他, 那時候也叫結他 就叫十八世紀結他 你也知道, 十八世紀結他 當年老了…就縮水了 而且多了這些不同 魚… 這些未必有 因為那時候樂器通常是貴族用的 貴族想顯得這些東西值錢 將它們鑲到很多圖案上去 就是細緻一點 對… 由尼龍鮮演變到鋼結他 沒有鮮? 不是 它是第一個 對, 慢慢變成… 變成我的尼龍鮮結他 然後慢慢發明另一種結他 就是鋼鮮 總共只有三種, 是嗎? 木結他主要是這三種 其實這跟這也是一樣的 不過它是前身 音色也一樣? 音色也一樣 在未發明前, 我們在用這 慢慢演變 我終於明白了 還有歷史嗎? 有沒有特別的歷史? 有, 其實現在有四條線 結他有六條線 其實在十八世紀結他之前 只有五條線 十八世紀結他有幾個重點 第一, 它將結他由第五條線 加到第六條線 用六條線 用和言可以更多一點 然後開始慢慢確立結他的形狀 大致上的形狀 就開始在十八世紀訂立結他 類似這樣的形狀 之前還有一些 十七世紀的瓜子形 什麼形狀都有 然後慢慢訂立了形狀 到十九世紀 就開始演變成現代結他 是, 現在就這麼大 我想問音色方面有沒有特別不同? 這兩個是一樣的 那個呢? 那個的聲音… 不如我們先聽聽這個聲音吧 好… 其實十八世紀結他的聲音 你看看, 如果彈舊的音樂 聽到它有多特別的聲音 好聽 對, 聽出耳油 如果用這個彈同一首歌呢? 通常如果我們用鋼線結他 因為我們通常會彈一些 偏向流行曲的 例如我們會彈一些… 很浪漫 但分別很少 可能我愛韓 他們的聲音會硬很多 我覺得這個… 它那個就是溫柔的 對, 鋼龍仙結他的聲音 感覺比較溫暖, 柔和一點 好 我們再看看最後25代的鋼龍仙結他 他們的聲音會更加柔和 我們也很喜歡交換結他 是的 對, 男生很甜蜜 很甜蜜, 男生突然彈一首歌 你看Angie的眼含淚光 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 Angie, 我真的有一個問題想問你 如果有男生彈著 你求婚, 立即答應嗎? 是, 我不知道 但他剛才這樣彈, 我突然覺得很甜蜜 我看見你真的想哭了, 男生 好, 我們不如認真點學幾首歌 好 或者你唱幾首歌, 我陪你唱歌 我要轉換氣氛 好, 那我們唱一些簡單的 用我們的唱首, 小星星 中文還是英文, 任你選吧 你選吧… 你選吧… 一閃一閃小星星 Tringle Tringle Little Star 那唱中文還是英文 沒所謂, 你喜歡吧 我們喜歡合唱吧 英文 好, 英文… 好, 準備, 我們來 我需要打拍子嗎? 喜歡, 準備 你喜歡哪個, 你用哪個 沒數目… 我用這個… 你說比較特別 好, 我現在用18世紀吉他 來彈一個21世紀的小星星 準備 是 1、2、3、4 Tringle Tringle Little Star Wall I wonder what you are A wonder… 其實跟這個有甚麼分別的 我獎給你自己 差不多 不過那時候樂器小聲很多 因為身體小了 我用超級大聲 具… 我又試試 好 我最喜歡就是有不同的嘗試 好, 那這次你唱甚麼歌 但後來是你嘗試 我絕嘗不到 好, 下次 知道我的手指也不是用來彈結他 你是用來打籃球的嗎? 對 好, 這次你想唱甚麼歌嗎? 你選擇吧, 你是彈的那個 我這些…有點像中國節日 是嗎? 原甚麼?小心點 財神刀, 財神刀… 可以嗎? 沒…沒試過 跑給你了, Steven哥哥 厲害了 好 好, 我們彈一首 不如Mary, 請你做甚麼 我們來彈瑪莉的小綿羊 準備 瑪莉有小綿羊 1、2、3、4 瑪莉有小綿羊 1、2、3、3、4 小綿羊 1、2、3、4 瑪莉有小綿羊 1、2、3、4 送到交付戶外去 不過我覺得子官姐姐 接下來可能會在網上爆紅 為甚麼? 如果這一集只要放上網後 你肯定會紅 各位小朋友, 我事先聲明 子官姐姐真的五音不全 不是, 你真的唱得好 你原諒我 是不是唱得好? 好, 我們繼續 其實本來我們想欣賞不同 結他排出來的音色 音色 怎知道他的美麗的色… 歌聲 歌聲 吸引了 吸引了 好, 我們繼續轉換首歌 好, 我們先回到你 這個是22…最新型的結他 鋼鮮結他 鋼鮮結他 其實小朋友如果選擇學的話 應該先學這些… 通常鋼鮮結他是彈流行曲 會彈一些歌曲, 本週 小朋友如果學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鋼鮮按下去有點痛 通常我們會見小朋友學彈流行曲 按下去手會舒服一點 這個會不會損? 會有一點起枕 因為它的線是鋼做的 還是我真的學小結他呢? 因為我的手不能張開 會不會適合小朋友的? 其實結他有分幾隻 有些是短一點的 同一個形狀是結他 可能會有小一點的 可能我可以買一隻小一點的 對… 你最喜歡小朋友剛學到鋼龍繩的結他 對, 你會學得舒服一點 你會不會太快放棄 因為手會按得很舒服 按得很舒服 就像按著Yukulida, 這些線很軟 按一下就按鋼鮮? 也可以試試看 其實如果我繼續學鋼龍繩 鋼龍繩? 鋼龍繩的弦 如果我學得好 其實我不需要特別去轉這個 對, 原則你會彈這個 你會彈這個 接著也會彈電結他 電結他有一點不同, 特別一點 電結他是不是一定要接駁音箱? 對, 要插著音箱 對嗎?我看別人那些很容易 這裡有個按鈕, 按完一下就… 對, 電結他還要插一些叫效果器 一彈, 整個聲音變成鋼琴聲也可以 對, 但你這個也能做到 那些嗚…的聲音 接近 好厲害 就好像… 對, 但電結他做得誇張很多 而且明顯很多 那些可能演唱會適合 這個可能文哥萬會… Angel最喜歡弄聯夫會 聯夫會記得 Angel學幾首歌一起一起彈 不, 我請Steven哥哥來就行了 叫做瑪利有隻小臉 我請Steven哥哥來就行了 真是彈劇 Steven, 我想不如你 我們每一個不同的結他都演奏一曲 整首 演奏一下, 我想聽你彈結他 不行, 我會太想念 我聽Angel學姐哭 不行 好, 大家放進去 不要 我會只看著你, 不行 我會只看著你, 看著紫骨姐姐 先彈一下鋼琴吧 劉行曲 很有感情的樣子, 你們有看到嗎 Angela的樣子想哭 有哭, 不會生氣 不過說實話, Steven, 你說是鋼管弦 如果這個是尼龍弦, 有其他弦弦嗎 對, 其實十八世紀吉他 本來不是尼龍弦, 那時還沒發明纖維 那時我會用一隻羊腸弦 羊腸弦, 難道是一隻羊腸 真的是羊腸? 對, 用羊腸弦弦弦 豈不是很容易壞 對, 所以那時我全部都是貴族才玩 因為很快會玩完牙的弦弦 不斷悶, 不斷拿羊腸弦弦 製作過程又不清楚了 不知道, 但我想會不會很肉酸呢 它的樣子沒那麼漂亮, 而且很小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琴身那麼小呢 因為那時我用羊腸弦 本身沒什麼張力, 很小聲 所以未必要這麼大的身體 可能想像有五條羊腸弦 放在牆壁, 放在牆壁 放在牆壁 還要用手在那裡彈 所以現在好一點 而且這些比較耐用 對 這些不用用一輩子 不是 線都要幾個月, 換一次也要 都會彈, 對 有沒有試過你演出時 突然彈了, 斷了嗎? 通常演出前就要換線 換定了, 但又不適合手感 換線沒問題的, 換線 你可以換同一個牌子的線 所以不會突然硬碰 沒錯… 我明白了, 現在明白了他的歷史 回去就要馬上告訴大家 考考家人, 讓他們…不知道 然後我自己很厲害 不過今天真的謝謝Steven哥哥 謝謝你 謝謝 希望你下次教我彈一首扭趣的歌 因為你知道Gathering 我想表演一首, 對 我不想學他彈的歌 我想學他很有感情的樣子 對, 行不行? 現在還可以了 害羞